嗨,大家好,我是考拉君 最近这天气呢,真的非常的不好,天天下雨 我们南方地区嘛,惠州这一边,有很多地方都淹水了 幸好我们这边没有,但是呢,也是天天暴雨 哎,没完没了,烦死了 呃,非常的湿漉漉 我们又是在户外工作的,所以呢,整天搞到脏兮兮的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现在呢,我打算搞两只鸽子来煲汤 大家看一下,这鸽子呢,都是卖不出去的鸽子 只能留给自己吃啦,这么多,看起来有几十只的样子 看哪两只长得又帅气又威猛,就搞他们啦 好,这只很帅很漂亮,就抓你啦 还有哪只啊,这只咯,这只看起来也不错 风流替躺的样子,嗯,看起来就很美味哦 好啦,我现在把它抓起来 好啦,抓好了,我们现在回去处理一下吧 这鸽子还是挺漂亮的,肥肥大大个 烤腊菌已经含泪把它们处理好啦 看见它们娇小的身躯,我不禁留下了同情的泪水 好香哦,咱不流泪水了,咱还是流口水吧 你看它浓汤滚滚,肉香扑鼻,闻一闻,酥筋活络 说一说,如同鸟儿展翅高飞 养生佳品小枸杞在浓汤里不停翻滚 些许红枣心心点缀 更有多种养生药材于汤中熬煮 喝上一口必定颜年益寿 尝一尝这鲜嫩的割肉 仿佛置身于蔚蓝天际 清风掠过,白云扑生 好不痛快啊 好啦,我要喝汤啦,小伙伴们 好啦,我是卡拉娟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赞加关注 明天见